你是不是觉得把一张图片去编辑成好看的图片是很难的 不过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就会改变点想法 这期影片我会介绍给你CAMMA最新推出的7个i功能 让你只需要动动鼠标 就可以任意发挥你的创意去编辑出好看的图片 还有我是Greyson 这频道只要是非常关于YouTube频道云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要对网频道 在这期影片里面有一些的功能是需要你升级到CAMMA PRO才能够使用的 如果你还不是Pro的用户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的领取30天的Pro免费使用 你就能够去体验这所有的功能了 首先第一个爱根本叫魔法编辑工具 它是一个免费的功能 现在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这个模特他现在穿的是纯白的T恤 我可以使用CAMMA的这个魔法编辑功能 去给这个T恤上面去增加一些图案 我选了这张图片然后选择编辑照片 这里面找到魔法编辑工具 然后总共它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需要你涂抹去选择一个区域 这里面可以调整笔刷大小 比如说可以调整成大一些 然后涂抹这些T恤 这里涂抹的区域就代表我选择的区域 AI只会在这边去操作 然后选择继续 接下来需要描述一下 你想要让AI去生成什么内容 这里面他会根据选择了去给你一些灵感 比如说改成亮一点 看起来像大理石 或者是改成蓝色 比如说想让AI去交入一个小狗图案 然后选择彩生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AI就帮助我生成了四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这样子的 他把这T恤变成了黑色 并且交入了小狗图案 然后是这样的T恤 但是有点不真实 接下来是这样的T恤 接下来是这样的图案 这个看起来是最真实的 假如说你喜欢这个产生的结果 你可以选择完成 如果是说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产生新的结果 比如说可以选择产生新的结果 现在又生成了四个不同的结果了 都可以去看一下 去找到最适合的图案 这个功能就让你去不断的尝试 然后生成最后你最想要的效果 此外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魔法编辑功能 去更改整个照片的背景 像我准备了一张照片 它本身是在一个海边 我可以更改这场景 还是选择魔法编辑工具 一样的进行涂抹 像我涂抹完了 我选继续 接下来需要描述一下 我想让AI生成的内容 比如说我想把海边去改成一片森林 现在就可以看到 刚才海边的场景 就立马变成一片森林了 这个效果是不错的 再来看看这个效果 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效果 非常的不错 这人物和这背景 也是非常融合的 然后是这张 也是非常不错的 总体来说 这一次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能够快速去改变这张照片的场景 下一个AI工具就是 CAMBA能够帮助你去快速的去除掉照片的背景 这个是需要你选择到看Pose才能够使用的 比如说现在我准备了这张照片 它有个蓝色的背景 我可以使用它的背景因素工具 我选了这个选项 现在就可以看到一秒钟不到的时间 CAMBA就帮助我去除掉了这张照片的背景了 然后可以更改它的背景颜色 比如说更改成这个见面的颜色 就可以看到它的背景非常的干净 下一个CAMBA的AI功能就是 魔术橡皮擦的功能 这也是需要你选择到CAMBA Pro才能够使用的 比如说我准备了这张照片 假如说我想去除掉这后面的这些元素 我就可以使用CAMBA的魔术橡皮擦 去快速的去除掉这些元素 还选择编辑照片 这里找到魔术橡皮擦功能 你首先可以调整一下笔刷大小 然后这里面开始精英涂抹 我想把这些元素都去除掉 选择完之后CAMBA就来处理了 现在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元素基本上没有了 并且很好的去融入到了这背景里面 这里下还有一些元素材料 我再涂抹一下 之后可以看到刚才那小部分也没有了 并且非常好的融合到了地板上面 所以这就能够真的让你去简单的去涂抹一下 点击一下鼠标 就能够做出一个很好的去除元素的效果了 比如说这里面我这张图片 我想去除掉这飞机的元素 也是能够快速的使用魔术小米插去做到的 我只需要简单的涂抹一下 涵盖到这飞机 然后现在CAMBA的AI就要处理了 你可以看到非常完美 刚才的飞机就从这里面消失了 接下来我会介绍给你更多CAMBA的AI图片编辑功能 不过在之前如果你喜欢这期面的分享 希望能做个影片点个赞 这样我就能够知道你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了 下一个AI功能就是CAMBA的自动调整功能 比如说在这里面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只要是很快速的去编辑一下这张图片 希望这张画面整体的效果变得更好一些 我就可以使用CAMBA的自动调整功能 我还是选择编辑照片 然后这里面有个条件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自动调整 现在CAMBA的AI就帮助我自动调整这张图片了 这是调整之后的画面 然后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你可以看到效果超的非常多 调整之后的画面明显更亮了 并且色彩是更好看的 这个就特别适合你并不知道逻辑调整的图片 你就可以先使用这个CAMBA的AI功能 去让AI帮助你去分析你图片里面哪些地方需要提高 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个基础再去做出细微调整 你可以看到当CAMBA做出了自动调整之后 它改变了这些数值 你也可以之后再手动调整 比如说你再提高亮度 像我的画面就更亮了 或者是你可以提升一下整体的饱和度 也是可以的 我还要介绍一下调整功能里面它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就是选择区域工具 比如这里面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它的背景是亮的 它的前面是暗的 在CAMBA里面我是能够做到去分离前景还有后景 去对前景或者后景单独调整的 这里我就需要用到选具区域 它默认是选择调整整张图片 又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前景或者背景 比如说选前景 这个时候我就能够单独调整前景了 我前景是比较暗的 假如说想提升亮度 提升到最高 你可以看到我前面这个人它就变亮了 然后可以增加白色 去进行单独的调整 这些都是能够在CAMBA里面现在快速的做到的 然后我可以单独选取背景 这个时候我可以把亮度变低 你可以看到我背景的亮度就变低了 就可以打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下一功能就是智慧裁切功能 这个功能是能够让你免费的使用的 比如这里面我准备那张图片 我可以选择编辑照片 然后选择裁切 这里面有个智慧裁切功能 然后你可以选择个框高笔 比如说自由形式的1比1 16比9 然后其他一些形式 你也可以选择是否要进行旋转 你可以设定一个数值 假如说我什么都不选取 就让它进行自动裁切 框高笔是自由形式的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你可以看到CAMBA认为它要突出整个照片的主体 也就是这三个人 所以他就帮助我把这画面拉近了 就变成了这样的形式 所以我想让它变成1比1的格式 就可以看到CAMBA就帮助我做出了1比1的格式了 或者是9比16的格式 它就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切框 然后你自己是能够手动移动的 比如说你想把它放到中间 这三个人物也是可以的 我再使用另外一张图片 去看一下CAMBA的智慧裁切功能 比如说这张图片 它整个人物是靠右的 我选择了它智慧裁切 就可以看到CAMBA就能够快速的去侦测到 这是我照片里面的主要人物 它会选择对这张照片进行旋转 然后放大去突出这个主要的人物 这个就是最后的样子 所以这个功能我认为还是很好用的 能够快速的去帮助你去裁切这些图片 接下来一个功能非常好用 就是魔法展开功能 这个功能是需要你选择到CAMBA PO才能够使用的 比如说现在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它是一个方形的图片 只好需要把它放到我的YouTube缩图里面 YouTube的缩图就是这样的形状的 长方形的16比9的格式 或者可以使用CAMBA的这个魔法展开功能 去快速的做到 我选了这张图片选择编辑照片 这里面可以找到魔法展开 还是这样你可以选择尺寸 有自由形式的 完整页面还有其他1比1 16比9 9比16这些都是有的 我需要把它变成完整的页面 然后选择魔法展开 你可以看到现在CAMBA的AI 就帮助我生成了四种效果了 这是第一种效果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这个路面也是非常自然的 包括这些火车 但是在这边空中会有一些小的瑕疵 然后这是第二张图片 总的来说看起来是不错的 然后这是第三张图片 没有看到一些非常不自然的地方 然后这是第四张图片 所以总的来说 这魔法展开功能是很好用的 能够帮助你把本身的一张图片 去快速扩大尺寸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对于一个完全风景的图片 它能够做到吗 这里面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它是一个城市的夜景 我们还进行魔法展开 还是完整页面 选择魔法展开 你可以看到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是第一个效果 然后这是第二个效果 这个桥的位置好像有些不同 所以感觉不太自然 不太是像头一张图片的 然后这是第三种效果 天光还是比较自然的 然后底下的夜景 也是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然后这是第四种效果 整体来说也是能够非常好的 去帮助你把一个风景的图片 去快速的延展 接下来要介绍一个 CAMOA功能就是 魔法抓取功能 比如这里面我准备一张图片 这个人在左边的 我可以快速的使用魔法抓取 就抓取到这个人像 然后把它移动到任何的位置 这个功能也是需要你 升到CAMOA post才能够使用的 我选冰写照片 然后选这个魔法抓取 现在你可以看到 CAMOA就帮助我抓取了这个人像了 然后我是可以移动的 我把它移动到右边 这个在你做说图的时候很好用 假如说你准备一张图片 但是你看到有个元素 你不想让它在那个位置 你就可以使用魔法抓取功能 去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位置 然后这里面我就可以加入一些文字了 比如说可以加入这个文字 就能够快速的去做出一个说图了 这个元素我是能够给它 交入一些效果的 比如说可以给它交入描边 我选择阴影 选大纲 这个时候就交入描边了 可以调整一下描边尺寸 调小一些 然后变白色 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像就被交入描边了 然后这张图片也是一样的 我可以抓取这个元素 使用魔法抓取 我就把这个元素去抓取出来了 我可以把它变大 变成这么大 或者把它进行旋转 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效果了 CAMERA这些AI图片编辑功能 是不是很简单很好用呢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CAMERA的功能 使用技巧 你可以看这播放列表 里面有包含超过70部的CAMERA影片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喜欢我的这部影片 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来讲更多关于CAMERA的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和有更多互动 那么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